火力全開拼發電也讓全台空氣髒到看不見高樓 而空污法修法更計畫要鬆綁燃氣發電的空污排放量 被質疑是替企業大開污染之門 限縮地方政府的權利 然後反而讓地方政府該跟那些所謂空污企業 角力的時候失去非常多的工具 因為很多民營電廠是燃氣的 那會不會有土地廠商問題 未來遇到需要緊急電力調度 如果燃氣空污排放量超過了原定的天花瓣 可申報後例外排除 但環团擔心沒了總量限制 恐怕又是另一個危機 它可以隨時用緊急這個來化解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緊急定義是什麼 天然氣它還是有溫室氣質 而且是很大的 而環保署副署長詹稅貴更點名台速 2015年稅後盈餘1400多億 2016年2000億 今年盈餘更會突破 賺這麼多錢的企業集團 拿個3%到5出來把污染防治做好 這樣的要求一點都不過分 但也有立委擔心如果不彈性 放寬空污總量管制 沒有排放餘兒企業無法開工 恐怕將衝擊投資意願 工業區裡面有一些專屬的污水排放的這個系統 以及整體的污染的這個監測的機制 那你如果不把它規範在工業區 它是遍地開花 那這樣子的話坦白講 反而造成污染無法積查 除了松綁空污法有爭議 老百姓最擔心的還是電價到底漲不漲 也就是承諾明年10月前都渴望不調漲電價 但隨著能源轉型發電成本大增 也難保民眾荷包永不縮水 東森財經新聞邀請兩例台北重報道